哈喽 今天我们来谈脸色发黑 你就看到有一些人 所谓的发黑不是讲苍白 发黑是你真的看到他的脸 很像黑黑的 很暗 很暗沉的这种颜色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来重复 几个点 那天我们讲 如果你的皮肤 是像黄脸婆这样 或者泛黄的 很胃黄很枯黄的 都是你的脾胃的问题 如果你脾胃到了一个程度 你就会发现到你有所谓的 黄中 戴琴 这个我们就讲说是肝脏的问题 同时间你会看到你的眼白 是很 黄灼的 OK 那么 你也会发现到 有一部分的人 他的脸色 是发黑的 你看了你都觉得好像 你有什么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要走了 发黑了 擦干净一点 这类的人 发黑的原因 是什么呢 通常 都是洗肾的人 对吧 你们看到那种 洗肾的人 你们都会发现到 一看你就知道他是洗肾的人 你看他皮肤 你看他的皮肤完全是黑黑暗暗的 没有光泽没有红润的就是黑的 很像接近有点好像越来越像火炭木头的感觉 洗肾 但是 如果你有朋友 是从健康的人 慢慢转到洗肾的人 的话 你会发现到 初七的时候 他的脸色 他还不会变黑的 他刚开始洗肾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他的 脸色只是枯黄 只是有点黄 黄灰黄色 不是很好看 可是也不是太难看 可是他洗肾了 几个月过后 一年过后 你会发现到 诶 你的脸色完全是发黑了的 你会开始发现到这个现象的 对不对 我我我我我 以前我还不认识赖飞的时候 所以我我只可以看着他们这样子慢慢发黑咯 枯黄的原因 我们讲说是脾胃的问题 发黑的问题 我们讲说 是肾脏的问题 那为什么肾脏有问题 你会知道你的皮肤发黑咧 我们来再画一个 画那个 五行图出来 OK So 木 生 火 土 土 土 生 金 金 生 水 水 生 木 土 就是我们的皮微 皮 水 就是我们的圣 土是主黄色的 所以 你会有枯黄的问题 是皮微的问题 圣是主黑色的 肺是组白色的 火是组红色或者灶色 青是组木 所以当你的皮肤发黑 包括黑眼圈的问题 包括你的头发经常掉的问题 都是因为你的肾虚 这个你应该经常听到人家讲 所以我们知道 一个人会从枯黄的皮肤 变到发黑的皮肤 到底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皮是因 肾是果 对吗 你原本是没有发黑的问题 是枯黄的问题 过后这么过后变到发黑 你就知道了 问题不在肾 问题在于皮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他想要去补肾 看到什么样的壮阳药 补肾药 滋阴补肾 每个都一直要买来吃 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一直想要去补肾 真的觉得补肾很重要吗 肾很重要 肾不重要 肾也重要 肝不重要 肝也重要 肝不重要 肥不重要 肥也重要 那为什么人家这么喜欢补肾 市场需求罢了 你们这样喜欢补肾很重要 男孩子 你肾不好什么都做不了 哎呀你要补了 你们竟然市场的需求都喜欢补肾 这样我就给你多点补肾的药了 都是市场 都是资本运作来的 你看什么马卡 哇马卡我 骗了多少人的钱 吃了多少的马卡 哇又什么什么黑色 什么黑金 黑金的马卡 真的有用吗 现在 现在这个马卡的骗局揭破了 才发现到马卡一点价值都没有 可是之前就讲什么 是壮阳补肾男孩子的救星 这个叫做资本主义 我每次跟人家讲 当你要看中央任何的买卖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背后的资本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马卡 它会被炒到这么缝的原因就是 当时马卡一吻不止 它只是一个根嘛 可是当它把它连接到补肾的时候 市场运作开始起来 那些有钱的人我就买很多个 卖卖卖 我一直炒一直炒一直炒 我有钱我资本一直炒炒 资本主义的模式是这样子的 今天可能是一块钱一公斤 我就跟你买完一块钱一公斤 哇那个卖家讲 这样好卖哦 我再拿多点 现在五块钱一公斤 你也给我买啊 哇我也 我卖到二十块一公斤 哇你也给我买啊 我卖到一百块钱一公斤 哇你也给我买啊 其实背后跟他买的人 打个比方都是金融跟他买罢 我就跟他买跟他买跟他买啦 等到每一个人都觉得 哇真的 我们有个马卡可以赚钱啊 很多的傻逼啊 就开始过来了 哇 见到我要投资 我要投资 所以他可能等到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的时候 我就马上把我累积的东西全部卖出去 全部卖给他们 所以我原本是买到最贵买到二十块一公斤卖了 我一卖出去我全部卖到一百五十块一公斤 就是因为刚开始我投资把这个市场炒作出来了 这个就叫做资本炒作 所以补剩这种东西是资本利益下的前提来的 真正的问题不再剩 在于脾位 OK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知道了一点了 那么皮是怎样影响到肾脏的呢 那个logic在哪里 我要怎样说服你 哦原来我真的是要补皮脏 我把它翻 我把它分成这样子来看 今天啊 你要去做真脸 真那个脸 哦我要做一个真脸 所以你就画一个 一个炉 所以你有一个火 所以你放了一点水 所以你倒水倒进去嘛 对吗 有水 所以你的脸在这边 所以你就蒸哦 这个有蒸气哦 水够有火 你的蒸气就来 你就可以熏到你的脸就很舒服咯 那如果今天啊突然间 你的用人啊 忘记帮你倒水哦 怎样办啊 忘记帮你倒水哦 水没有过来哦 可是你的火已经开始烧了哦 可是你的脸又急着要熏那个脸啊 怎样办呢 你没有办法啦 我再加大火候咯 没有水来 再加大火候 加大火候 加大火候 加大火候你觉得 哎呀我有烟上来了哦 这个烟是什么烟啊 这个烟 是那个锅给它烧焦过后的烟 所以你看啊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比较是人的身体哈 这个笑脸这个头就是身体的所有器官身体的五脏六腑 这个水这个火就是我们的肾脏这个水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脏把它运化过来的 今天啊 Case是这样子的 你的肾可能很好 哇我的肾啊 我的肾是要推动我的气血的 所以有足够的气血推动哈 你的人体的五脏六腑哈 才有办法得到滋养 这个蒸气就是你那个脸 哇我要给它滋养 给我的滋养 我的脸 这里也是一样 你的肾啊 当它有足够的 足够的营养的时候啊 足够的气血的时候啊 它就会推动这些气血到人体的五脏六腑 那是谁把这个气血丢来这个锅里面的呢 皮胃 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叫做皮 是气血化身之源 就是讲说今天 你的吃进去的任何的食物 你只是吃一个面包哦 可是你吃进去面包过后 它变到你身体会变成血哦 是谁把这个东西变出来的 脾胃咯 是它先从这个面包慢慢帮你 用胃酸溶解掉了过后 它变成蛋白质 变成葡萄糖 变成氨基酸 慢慢变 然后你的皮会变成吸收 吸收了过后 它才开始 变成所谓的气血 开始生化成气血 这些气血运动 运到你的肾那边 你的肾在做一些调整 它就把它用它的圣经 用它的生气 推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所以今天啊 如果你的皮很差的话 你的水有没有水啊 有没有水哦 你都没有营养 要注入到你的这边了吗 如果你没有水在这边的话 你单单只是靠肾 你有问题吗 你讲说哦 我不懂皮有问题 我只知道我的肾很弱 所以我就补我的肾哦 一直去补哦 杀杀的去补哦 什么补肾的药啦 强肾的药啦 壮阳的药啦 虎鳖啦 马卡啦 莫林嘎啦 全部吃 吃了过后身体越来越差 为什么 因为你的锅根本都没有水嘛 都没有气血进来 你这烧它有什么用 到最后 你的锅干掉了 到最后你的身体 完全不胜负荷了 这个就是现在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不在于身 绝大部分人的问题 先开始于皮 所以皮很重要啊 那你可能就会问 锦龙啊 有一些人啊 我一看到他 他的脸色就发黑了哦 他才四十多岁罢了哦 他就讲 他的吃东西没有问题啊 我也没有看过 他的皮肤会胃黄啊 为什么他会突然 眼色会发黑的 那个又有另外一个理论 所以这边 我先让你们讲 before我跳去另外一个点 今天 你的皮 是气血化身之源 你的皮胃好 它吸收的精华 这些精华 它才可以运输到 你的肾这边 当你的肾 有足够的 当你肾吸收到了 这些营养的时候 你的肾就会推动它 到身体的五脏六腑 问题不在于肾 问题在于皮 大部分的人 可能我再讲多一个比方 有一句话 叫做肾是先天之本 肾为先天之本 皮是后天之本 什么是肾是先天之本 皮是后天之本 今天如果你刚刚出生 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 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 你都不需要吃东西吗 你的气血是谁来的 是从妈妈那边来的吗 当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你的营养是从那里来的 你不需要消化 是你的妈妈那边来的 你的妈妈跌了 你的妈妈本身的气血 注入到你的身上 可是你自己孩子天生的肾好不好 如果孩子天生的肾很好的话 他就可以把妈妈给他的营养 去滋养他的五脏六腑 所以肾是先天之本 一个出生的小孩刚开始 他健不健康 就看他有没有一个好的肾 他不需要好的皮胃的 因为他不需要消化东西 他不需要孕化东西 他的孕化气血都是从妈妈那边来的 可是当他生出来了过后 开始不给喝奶了的时候 开始需要自己吃饭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皮是后天之本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你妈妈 你不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了 你妈妈没有办法给你的气血了 你所有的气血换发 都要靠你自己的皮胃这边处理了 这个就是肾是先天之本 皮是后天之本 任何的人 其实到我们现在 不管你是十多岁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都好 我们是属于后天了的 所以这就证明 Oh my god 皮是后天之本 一定要从皮胃开始 那刚刚我讲了一点 什么样的人 他完全没有变到枯黄 就马上脸色发黑了 有一句话叫做保暖失营玉 保暖失营玉 是这样子啊 失营玉 就卖营的营啦 保暖失营玉 是什么意思 当你今天你吃的够了 你的皮胃开始吸收到营养了的时候 你的生气开始会上来 当你的生气一来的时候 男孩子的肾 activate的时候 很兴奋 就受不住了 就开始想歪歪不同的东西 想要做些不同的东西了 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人 他的皮胃好的话 他整体的经历是很旺盛的 当男孩子的经历很旺盛 他就会想这种 与女孩子之间的雨水之欢 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 他完全没有经过发黄 直接会变发黑的 是因为他赢太多 他重欲太多 他泄得太多 他把身体的圣经 泄得太快了 他把圣经泄出去泄得太快了 打个比方 像现在很多人来我的店 他们可能四十多岁罢了 他们可能四十多岁 他们可能四十多岁罢了 有什么问题 又耳鸣 晚上又睡不着 然后来这边听课 两个小时 每五分钟 四分钟 好像很疲倦这样子的 然后问他东西 他都不知道 他的脑很像很空洞的 我跟他讲什么东西 他没有神 好像六神无主 他没有那个精力在那边听你讲话 你跟他讲了过 他流不到他的脑里面的我 现在四十多岁很多是这样子 不只是四十多岁的 我看你们的儿子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做什么东西都无精打采 跟他讲什么东西 他吸收不到 学习很慢的 以前觉得他很聪明 十多岁又很聪明 什么二十多岁变到啥啥这样子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 泄了太多的圣经 最可怕的 就是打手枪 我们叫手赢 这类的人 晚上太过夜夜神格 每天晚上泄太多次的人 你把你身体的圣的元气 全部泄掉了这种人 你的问题不在于脾胃 你的脾胃很好 它一直有水给你 可是你泄的太多 你进去的用脾胃消化的气血 进到了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 你还没有等他去滋养你的人体 你就把它泄掉了 你就把它泄掉了 这类的人不是脾胃的问题 是本身性生活的问题 终于 如果你的脸色发黑 可是你觉得你吃东西又OK的话 你就要去看了 你在你的私人生活里面 要不要去做些保护 绝大部分的什么营养师 或者什么 或者那个叫什么 泌尿科的医生 他都会跟你讲 不用紧的 男孩子的精子 里面的营养分 只要喝一杯牛奶就可以了的 真的是开玩笑 一个精子 它可以生一个孩子出来 一个牛奶 你把它放在女孩子的身体里面 它生到一个人出来 不可能的 就代表虽然精子的营养成分是一样的 可是它里面所蕴含的能量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是这个能量造就了人的生命力的 可是这个能量是从哪里来 这个能量就是你的身体 运用了很多的营养 慢慢造出来的 所以有一些人讲说 一滴血 一滴精 你的精子 一滴 等于 神滴血 今天你一直把你的能量 不管是手营也好 忠欲也好 你把你的能量全部卸掉 你的身 是不是越来越差 一样的道理 又高松回来了 你的火又一直都去烧 你的身越来越差 皮肤马上变黑了 这个就是这个 如果你是在这个阶段的人 我跟你讲 你先要给自己三到半年的精欲先 如果你觉得你跟我讲的问题一样了 二十多岁 四十多岁 头发开始掉了 有耳鸣了 觉得人家讲什么话 很难记得住 人家跟你交代 一次的东西 要交代两次 三次 你都可以忘记的话 你的私生活有问题 给自己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去精欲它 当在这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如果你有任何的性幻想 任何控制不到自己的冲动 去做同子工 去做 用化精 我们叫做 化精为气法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 打当不成 医生的工程师 同子工 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你这个额外的这些盈域 再重新转换成自己的精气神 去补自己的五脏六腑 这个是重点 OK 所以我们今天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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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了 今天那人 皮肤会发黑 主要是因为皮胃的问题 你的皮胃不好 你的肾就是果 肾不好 脸色就不好 黑眼圈也会来 皮肤会暗黑 如果你本身皮肤 没有到灰黄色 直接是发黑的话 很多时候 都是私生活 没有照顾得好的 所以不管怎样 我的读者大部分应该是女孩子 有一部分是男孩子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不管你是谁 哪个性别都好 先从皮胃开始 不会错的 当你在调理皮胃的时候 给自己三到半年的时间去精预 如果你觉得 仅如我们有这个问题 可是 会不会精预 进到太久 进到啥掉 不会的 没有这种东西的 你看那种出家人 不是疯掉了 我给你一个口诀 打个比方 今天如果你是45岁的话 你就除以气 就代表你大概每6天半的时间 你才刑防一次 如果今天你是28岁的人 你除气 你就大概4天 你才去泻一次 这个气的法则就是 在这6.5天里面 你的身的精气 全部会融在一起 全部再去聚在一起 你再去泻 对你身体的伤害就比较少 就好像这个锅这样 你给它6.5天的时间 这个又慢慢装满了 你再来去泻 6.5天锅 它又装满了 你再去泻 对你的身体的伤害比较少 因为如果你打个比方 你可能你两天半泻一次 它已经泻到这边 你再泻 已经泻到干了 你还要再泻 对你的身体就会大打折扣 这个是到家的医学术来的 用他们除以气的法则 这个传说给你们 不要讲没有帮你们 男孩子 现在的男孩子 不管是20多岁 30多岁 40多岁也好 你会发现到 现在的男孩子的担当能力 越来越差 做事没有什么责任感 虎头蛇尾 信口雌黄 把自己讲到很厉害 做事又不见下文 只闻楼梯响 不见忍下来 问题在于哪里 肾主脑 就是现在很多的男孩子 把太多的精力 花在这个东西了 肾虚了 你的脑是运化不过来的 你的脑动不过来 你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事业呢 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一点 你要跟你的先生讲 跟你的孩子讲 不要太过去忠欲 OK 我每次讲到这个 我就很很excited的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 所有全天下的男孩子 可以把这个logic搞清楚了 我觉得我们的人的社会会变得很和谐的 OK 我们来继续讲 不管今天你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话 触动到你的心弦 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进入到你的人生的话 我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让你购买 Lifeway X39 X39就是一个贴片 贴在你的景象后面 这样子一个白色的贴片 一盒X39是530块钱 三盒X的D9是1260块钱 五盒X的D9是2095块钱 然后你会免费一盒 叫做骨光干代 这个是帮你美白 帮你排干毒的 所以这些产品 它是增加你身体的干细胞 通过频率的方式 让你的细胞知道 我收到了X39的这个频率 我要帮助身体制造更多 自己的干细胞 当你的干细胞增加 你的器械增加的时候 你第一个大部分的人 他会先修复你的脾胃 当你的脾胃变好 脾胃是后天之本 你身体的肾啊肺啊肝啊 自动会得到滋养 先从这边开始 很多人就会问 怎样知道这个产品 有没有效果 每一个销售都会讲 自己的产品有效果的 可是我都跟他讲 今天你会联络的到我 今天你会打给我 代表你的健康有问题 代表你试过了针灸 中医 推拿 八罐 什么耳 吃了西药 开了刀 都没有什么的效果 那么不如换一个方式 可能你就会看到成功 换一个特别 你没有看过的方式 从X39开始 那你可以打给我的助理 如果你对产品有兴趣的话 我的助理的名字 是Grace 是Grace啊 他的号码是 017615 7660 如果你要联络我的话 我的名字叫 景龙 0164025 803 OK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